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现在美国经济已经出现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将会随着所谓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的房市容紧了十年 经济扩张超过了十年 股市繁荣超过了十年 我们的低利率更超过了十年 他说这一切的一切按照一个规律他该修正了 可是这个修正大家希望它是修正 而不是衰退 现在看来由于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 很有可能雪上加霜 会让美国从修正变成衰退 他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中的贸易谈判 您怎么看美国这些言论 我觉得这些言论都就是每个人 因为特别是对未来经济的一个发展 他有一个最著名的一个说法 就是经济学家是全世界唯一 这个说错了仍然能够拿到很好的 这个可以合理说法 说谎的人 或者说是他根本不知道资格在说啥 仍然也可以像个专家一样 可能跟政治学者是一样的 我觉得在所有的社会问题 包括国际关系或者是政治人 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是你想到的对方有可能也会想到 也就是说你会因为 你也会猜到对方会想到 所以你会采取一些措施 让对方怎么怎么样 所以很多事情未来是很不敢确定 但是有一条就是说 经常在一些媒体上面 包括一些政治人物出来说的时候 都会在说谁在受中美贸易冲击 是更大的 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命题 那有的时候前两天的时候 我们还看一个纪录片 就是二战的纪录片 那比方说在二战期间的时候 苏联很显然受到的这个损失 远远要超过德国的整个 在所有的人们受到损失 要大出很多倍 但并不代表着苏联不是一个最后的胜者 我觉得在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所有的这些讨论 很多时候都集中在 到底是中国经济问题大 都是在战术层面 就是说究竟是我多打了你几个人 还是说我多占了你几块地 最后都没有 就包括越战 美国输掉的这个所谓的越战 并不是说美国人被打死的 比越南人被打死的 美国人说我们赢得了每一场战役 但我们输掉了整个越南战争 最终是看你最后能不能熬过这些东西 然后熬过了之后的这个体制 到底是你原来想这个目标 想实现的呢 还是不想 这个呢 为什么说美国输的概率是非常的大 就是在于 至今为止 川普没有非常明确的讲清楚 他打这个贸易战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 我觉得这个呢 跟大家可以在这里稍微多想一下 我觉得也帮助大家以后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第一呢 如果这个正如有一些人说 这是一个战略的遏制的一部分 那么贸易战 这个如果不是能够确保中国的经济 永远没有翻身之日 任何一个条约 对于美国来讲都是失败 也就是说 达不到目的 别说是中国自治2025 或者说什么其他的这些东西 你全部都得封了 而把这个封了的这个唯一 就是中国回到过去的那个状态 就是不准他对外开放 不准他改革开放 是 对吧 那这一条恐怕 那你签贸易协定干什么 你干脆断了就最好 然后不光是你得断 你还得拉你的所有的发达国家的盟国 要跟中国断了这个关系 他没有什么去做 所以呢 如果这个是他的目标 他现在走的这个道路 南辕北辙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贸易上 我想来搞平衡一下 谋取利益 那这个呢 是为了贸易今后更好的发展 那更好的发展呢 有一条呢 就是说 你已经开始损害了今后发展的这个道路 为什么呢 由于你的这种不确定性 中国已经开始 觉得 就是说在技术上不能依靠你 那么从贸易伙伴这个角度 美国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所以从长远来讲 中国一定会 或者通过像华为 通过自己的开发 或者呢 是同这个欧洲和日本 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所以最终呢 即算你达成了一个所谓更加公平的这个贸易 贸易的这个准则 一定从长远来讲 是对美国是更不利 因为中国在寻找这个代替 好 另外一方面 如果这个是像川普所说的 是bring the jobs back 就是把工作带回美国 我们看到的 压根没有发生 为什么呢 这些工作的确从中国出去了 去了呢 都是像越南 印度啊 这样的一些国家 包括泰国之类的 包括泰国 那么他所能起到的 如果那给把这些制造业带回美国 这个他并没有做到 那回头有些人说 那至少他没有让中国进一步发展 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发展的红利 给了这些国家 可以 如果这是你的目标 你也要问一问 是不是印度是你的战略伙伴 越南是你的战略伙伴 实际上你要看 他现在川普已经开始在谈 你越南 没有跟我 所以就是说这些东西 如果你的最终目标是bring the jobs back 他现在没有做到 也没有做到 那么 由此说来 美国打这场贸易战 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们不知道 任何一场战争的目标 那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候 都会说我赢了 因为我觉得我就想干这个 但是到底是不是你就想干这个 我们无从知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可能比较符合川普的特点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 我觉得他并没有事先想好 这个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但是可以确定的 他已经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一个比较实质性的 长远性的伤害 因为对于美国的高科技的依赖 中方一定会格外的努力来减少这种依赖 依赖一旦没有形成 那我觉得中国不光是说替代了美方的进口 中国的这个生产一定会取代 首先是替代 以后就是取代 所以美国我觉得他实际上 现在应当着急的是这些人 他们也很苦恼 我觉得他们的苦恼是因为 他们没有任何一种办法来影响到 这么一个总统的这样一个权利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社会 他也没有这样一个共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人上台上上电视 或者是在媒体上发表这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都在看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呢 如果仗是这样打的 就是说你来打仗的人都不知道你要干啥 那我觉得你赢的概率是基本上是没有的 所以有一位中国的老板说了一句话 他告诉美国人说 美国人说我们要怎么这么这么 他说我告诉你 我们中国企业有一个本事 不管你多么的高科技 我都能把你最后变成白菜价 就是如果有一天中国取代了波音 可能以后的飞机 可能就不需要一两亿美金了 可能一两亿人民币就能买一架飞机了 所以这才是美国真正担心的 所以这就是当年李光耀告诉 这个当时美国的这个小布什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要记住一点 今天美国人所有能做到的事 高科技中国都能做的 这一点 这才是整个问题的根本所在 中国现在不去做 不是中国不能做 而是说这是一个国际市场分工 你因为掌控了高端产业 你先做嘛 对不对 问题在这 你主动破坏这样一个游戏规则 你又没有拿到好处 最后真的是 最关键的是我个人认为 他现在的这些做法 没有任何理论的基础 如果我们认为在国际经济贸易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还相信 这个从特别是大卫李家图 他们这些所谓比较优势 国际分工等等这些 这么多的经济学家 几百年来的所谓现代经济 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准则在运行的话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川普他所希望的这个东西 并不符合这个现代经济的准则 那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相信这些理论 还是正确的话 那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那可能会赢得一些选票 但最终 钱是会说话的 如果你的这些行为不能给美国带来繁荣 如果即使是说你说中国的损失更大 但是中国它也在涨这么多 它是在逐渐的缩小于你的差距 只要你不能把这个势头给遏制住 你就不能算是成功 如果你不能算是成功 你最后老百姓一定会有一天 他会回过来 不管现在这个对川普的支持率 或者说下一任 你会不会有人把它给选下去 我觉得最终历史当评价这一段的时候 都会在想 我们做的这件事情的原则是什么 对啊 对 所以比方说在给川普出这个主意的人 包括上一次 他的谈判队伍刚回来 他就开始加这个税的这个 Navarro 就是说我觉得 不是说他没有一定的水平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他 这些人他得要有一定的共识 所以这个共识这个本身呢 不是说一个宗教 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少会有人 就是因为你的魅力就相信你 所以这个共识呢 是大家觉得你说的东西 没错嘛 你能说服大家 如果你是这么孤立的一个人 你呢 想想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看到我看到东西 最关键的就是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 拿出来说一说 现在我们没看到这点 而且现在我们总统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他现在周边的人都在自行歧视 就是他那个原则 只要他没说不让做的事 我们都可以做 就像就像那个 这个莱克希泽 在贸易谈判中 居然把301谈判都加进去了 这是当着川普根本都不知道的 把2025加进来 连白宫自己都说 这是白宫的一个低阶官员 在汇报的时候提出来的 你居然都可以加进去 但他是觉得说 你们对中国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 你们是在开玩笑吗 你们是在玩吗 所以说到根本 让我想起了这个CNN曾经有一段 我们的总统在发动贸易战之前 在白宫内部的讲话 他就曾经非常语代轻飘的说过 take China That's easy 他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他是赢定了 他非常的easy 这个 如果这是一句玩笑话 还好 如果这是一个他的真心想法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错误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